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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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覆盖的毒株不同 那就是说其实打四架的会比打三架的会更好 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可以理解它覆盖的面更广一些吧 但是它有不同的适应针的 比如说三架疫苗 它是适合于六月里以上的孩子都接种 可是四架疫苗 它没有三岁以下孩子的适应针 明白了 那如果说我的孩子呢 是属于这个适应范围的 其实三架疫苗也是可以的 是的 不要说因为为了等待而错失了时机 因为这个是有时间疮的 对的 那如果说还是得了流感的话 那孩子应该怎么治疗呢 那如果得了流感之后 我想第一个肯定是隔离保护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疾病 其次我们还是应该科学地看待它 因为它还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疾病 所以我们强调的一般治疗非常重要 也就是多休息 多饮水 那么充足的饮食 丰富的营养 保证它让它能够顺利地度过 再就是抗病毒的药物治疗 因为我在开始提到了 我说流感它是一个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可以抗病毒药物治疗 那具体会服用哪些药物呢 抗病毒药物现在我们针对流感 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临床上选择比较多的 主要是奥斯塔维 我相信很多家长也都知道 太熟了 有口服的奥斯塔维 大一些的孩子 还有吸入的叫扎纳米维 甚至还有可选择的 有静脉注射的 比如说帕纳米维等等 那么目前主要 针对临床医线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奥斯塔维 但是我也想强调两个 第一个咱们不要把奥斯塔维当神药 我看到好多家长 甚至一有流鼻涕 他就把奥斯塔维吃上 然后就来找到医生 所以还是应该严格地选择 其次因为对于我们 借此呼吁下巴 那么所有的药物 都还是有它的副作用 就像咱们老话说的 是要就有三分毒 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正规使用 不要盲目乱用 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因为作为妈妈来讲的话 孩子一生病 谈到给孩子用药 就会特别地谨慎 担心各种不良反应 副作用 尤其是之前我看到了 一个公益广告 就讲到一个很小的孩子 在小的时候 可能是误服了 不太适当的药物 或者是用量过高 然后导致永久性的 这个听不见了 所以妈妈能看到之后 也是觉得挺扎心的了 那您建议一下 我们在服用 这个奥斯塔维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 注意事项呢 我想奥斯塔维 它有它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是基于这个流感病毒的特征 所以它强调早用 因为越早使用 它就可以更好地阻断 这个病毒的释放 就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第一个强调时机要早用 对 那么第二个呢 因为奥斯塔维的使用 它是一天两次使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特别地指导家长 就是一天两次 当然我们医学上 是把一天两次分了两种 一种叫BID 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一般间隔的时间 是8到12个小时就可以 我们还有一种 很严格的叫Q12 就是我要每12个小时 才能服用一次 但是奥斯塔维现在目前 还是建议一般 一天两次 8到12个小时 当然你早半个小时 晚一个小时 应该来说问题 也没有那么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 一定还是尽可能地 选择我们儿童的机型 因为奥斯塔维 有我们儿童的颗粒剂使用 就是选择儿童机型 会更方便 对 那在量上应该如何考量呢 那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因为我们儿童用药 都是非常审慎 都是根据孩子的 公斤体重来给药的 都不是说随便给药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时候 就把我有点说糊涂了 因为您说奥斯塔维呢 要起药一定要早 要早用上 但是您在最开始的时候 又说孩子用药 一定要谨慎 不要随便用奥斯塔维 那到底用还是不用呢 什么时候用呢 我想这个应该是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强调它 是不是流感 因为奥斯塔维 它是一个非常 把向性的抗病毒药物 它对流感病毒很有效 可是它对其他的很多病毒 都是没有效的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鼻病毒 甚至我是一个细菌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 我用奥斯塔维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达不到它的作用 其次我想 作为家长来说也好 作为医生来说也好 他也会很好地指导 我们如何来判断 因为 当然对于流感来说 我们是强调 能够早发现 可是我想也不可能 每一个人一发现 就做到第一时间 咱们就能找到医生 对吧 但是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至少让这个孩子的病情 不要在我们手上 把它耽误掉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所以就是严格地监测 它的一般全身情况 因为对于流感的判断 我们有它的一些 判断方法 第一个 我是不是接触了 流感的病人 就在我们医学上 我们把它叫 流行病学史 所以这个是你很密切 很重要的一个病史的询问 其次就是有全身症状的帮助 比如说精神 食欲 小便 其次就是看它高热的情况 如果说是反复的高热 四到六个小时一次的 三十九度四十度 肌肉关节酸痛的孩子 那他又接触了流感的病人 那这个时候 你肯定要首当其中考虑 他可能是流感了 不要再抗了 就是要找医生去的 但是如果我没有 接触流感的病人 我们作为都很好 我现在只是有鼻塞流涕 那么可能我不会 首当其中 马上考虑到你是流感 考虑其他的感 是的 那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 就是有些家长 但凡是孩子 留点鼻涕啥的 就直接马上给他口服 这个奥斯塔维 对 那我们很多 有些其他更极端的一些家长 觉得 哇 我让孩子能够早点康复 不至于让他忍受痛苦 所以干脆 吃药 哪有打真书液来得快 就干脆直接到医院里 或者是在那个门征里面 输个液 这样 您觉得这种方法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 您谈到的是一个 给药方式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医学上 我们有不同的给药方式 比如说我们有物化给药 我们有贴皮给药 我们还有口服给药 还有您说的输液给药等等 这是一个方式的不同 但是我们有一个医疗原则 因为我们儿童 是一个特殊群体 它是一个不断生长发育的个体 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到 治疗的有效性 我们同时要考虑到 这个药物的安全性 所以我们是 能够局部用药 我们不建议全身给药 能够口服 我就不建议输液 除非是你这个时候 病情危重了 那我需要紧急的处理 其次就是 可能我现在消化到重了 很明显 我呕吐腹泻太厉害 我口服吃进去了 我根本不能吸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优先考虑 进麦输液给药 其次就是给什么药 就像您说的 那么可能我现在 只是一个细菌感染 或者我是个支援体感染 那么我拿着奥斯塔尾 我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我不建议盲目的 那么一出现疾病 咱们就去要求医生 输液挂水 那其实近几年 还有个海外的神药 叫巴洛沙维 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我记得 清不清 说这个药 比奥斯塔尾 起效的效果 会更猛更好 是这样吗 因为我身边好多妈妈 疯狂的海淘这类药物 其实这个 只是作用的 把点不同 比如说我们一个病毒 它要是感染我们 它一般会经历 五个步骤 那么它会先 轻负到我们的细胞上面 我们的贴在上面 然后我还透过这个细胞的膜 然后进去 进去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扶制 扶制之后 我就把我们人体的 一些蛋白都扶制上去 然后我就释放 那么像我们说的 这几个不同的药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奥斯塔尾也好 扎纳米维等等 它是一个神经氨酸酶 它的作用是 阻断这个病毒的释放 所以它要早 它早的目的在这 因为如果它都已经 释放得差不多了 它已经复制了 几百万个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您说的巴洛沙维 它是作用于 另外一个巴点 它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 所以并不是说 咱们谁和谁吧 应该说不同的巴点 就是我在说的 这个不同的通路上面 它起效不同而已 所以不要盲目地 相信所谓的神药 每个人的病症都不一样 一定要对症下药 用药还是要谨遵医嘱 是的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 同时可以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肝货 感谢您 本节目由早晚两宝 紧普康 轻松治疗紧质病的 紧普康 颗粒特约播出 那刚才段哥提到了 这个打针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两岁的小孩 因为流感送到医院去打针 注射的是头包 可是最后这孩子非常可惜 打完针之后 孩子就难了 死掉了 说是因为药物过敏 所以这个打针 是不是还存在过敏 等等一系列不良的反应 那当然 因为输液它会 就是它会起效很快 因为它直接到血液循环 但是它不可避免的会有 它的一些就是风险呀 问题存在 那么药物过敏 我们有急性的过敏 比如说你看咱们去打 清明素也好 头包也好 我们会做皮试 但是我们也有持发反应 就是我皮试没有发现问题 我输液挂水以上 上去以后再出现这种反应 其次它还可能会有一些 别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存在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既要考虑到它的疗效 同时我们一定要兼顾安全性 也就是如此 是的 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很多的家长觉得 孩子得了病之后 之所以自己去单独买药 孩子觉得可能 到医院去 总是心里还是有一丢丢不放心 是吧 所以您觉得 如果现在家长带着孩子 到医院去救治 您觉得有哪些 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么我想如果咱们家长 带孩子去医院就诊的话 第一个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 既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大家 因为只有大家都好了 我们社会才能更好 所以应该是戴好口罩 勤洗手嘛 因为像这种出门 我觉得可以随身携带一个 便携式的洗手的物品在身上 然后到了医院 也保持好社交距离 按照医院的指引 有序的去就诊 比如说像我们医院 就给予了非常好的指引 你是发热门诊 你就走发热门诊通道 你是急诊 你就走急诊通道 那么你是普通的 专科门诊 就走专科门诊的通道 然后在就诊的时候 咱们一定保持良好的距离 不要看到别人 咱们就扎个堆上去聊一聊 就是时刻紧记这两条 我觉得应该就能够 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也是希望孩子们 能够尽快地好起来 那说到孩子 全月了之后 大概多久 可以重新返回学校 或者是幼儿园 因为我们幼儿园老师说 孩子一旦病例本上被医生写了流感 在家继续隔离观察14天 天哪 要这么长时间吗 流感病毒 它一般来说 对于流感病毒的患者来说 它主要就是 体温正常两天以上 症状消失 它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如果是接触了流感病人的话 一般我们建于医学观察7天 如果是在家里的这段时间当中 又不要需要给这个孩子 添加什么营养啊 补品呢 好好地补一补 吃啥 那么补品咱们可以 暂时一步考虑 但是我想一般的就是 丰富的维生素 多喝水 优质蛋白 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要饮食均衡 营养丰富 您提到了优质蛋白 但是家里很多老年人说 孩子如果说咳嗽 或者是流鼻涕的话 就千万不要吃鸡蛋 吃蛋白质类的食物 说是会使病情加重 有这个说法吗 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个误区 所以对于生病期间 除非这个孩子是一个过敏 他是个过敏体质 他针对比如说鸡蛋过敏 或者蛋白过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回避 其他的我们并不建议 我们还是建议流制饮食 因为流制相对容易消化一些 其实均衡饮食 咱们也不要只吃鸡蛋 咱们鸡蛋也要 咱们的蔬菜也要 因为在每个这个食物背后 它所带来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富含维生素 有些是富含蛋白质 有些是富含其他的一些脂肪 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等等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优质蛋白 像我们优质蛋白 像我们的肉类 豆类等等 都是很好的优质蛋白 所以并不是生病了 就不能吃这些了 对的 那针对在这个秋冬季期 尤其是冬天呢 这个儿童能够预防流感方面 在饮食上面的植物中摄像 那您也给我们带来一个 秋冬季的儿童饮食宝典 第一项就提到了 多补充一些 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是吗 因为我们呼吸道 是一个很神奇的器官 对 我们有维生素A 在我们的气道上皮 我们是一个局部的防御功能 维生素A 不说是亮眼睛的吗 怎么就到呼吸系统去了 我们把它叫局部防御卫视 所以我们在以前 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些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孩子 甚至过敏体质的孩子 我们也补充维生素A和D 来帮助它 就是说可以单补维生素A 或者是单补铁剂 但是还是一定要注意食量 对 注意食量 还是从食物当中摄取的话 是相对安全一点的 比方说哪些食物 是富含维生素A的呢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的西红柿 胡萝卜 菠菜 南瓜 红薯等等 这一类里面 它都含有比较富 好明白了 红色的和红色的食物 对对对 对 好的 那就就是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可以适当摄取一些 那第二点就是要重视 无基盐的摄入 这是什么讲究呢 我想这个还是因为 在生病期间 虽然咱们说 孩子这个好那个好 实际上生病了以后 小朋友嘛 他的饮食还是会 或多或少不好的 比如说他的高热 他的药物等等 这种微量元素 它就很容易缺乏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尽量的补充 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 所以我们把无基盐 也放到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在这儿 我冒昧地问一下 啥叫无基盐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钙 铃 铁等等 这些微量元素等等 那哪些食物 会比较富含 您刚才说的无基盐呢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的土豆呀 山药 红薯呀 动物的甘脏呀等等 这些里面 都含有比较丰富 好的 其实呢 在咱们这个 中医里也讲 就是说是要润肺 然后这个在 中医理论当中 又有白色入肺 这么一说法 表示像什么 萝卜呀 银耳啊 是吧 还有什么茯林啊 玉米啊 山药等等 这些食物好像说是 有润肺的这种作用 请问这些食物 跟您今天 所推荐的这些食物 是一样的作用吗 应该是不矛盾的 其实我自己 也非常喜欢中医 对 因为我觉得中医 是我们的瑰宝 没错 但是因为毕竟 我是学西医出身的 但是我认为 这些吃了一定是 有益 有益无害的 对 因为我们非常强调 饮食的多样性 就是说你从 不同的饮食的均衡方面 来摄取我足够需要的 你看最近这几年啊 我就听到有很多广告 主打这个燕窝 可以抵御这个流感 那燕窝真的有 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毕竟它不便宜啊 可是我想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强调 天然的食物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其次 因为燕窝 确实我也没做过 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想从我们的 医学常识的理论来推测 燕窝它可以美容 至少它宣称的是 可能有部分的激素的替代 我想这个对孩子来说 应该是不安全的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还是强调 天然食物的补充 可能是会更合适一些 对 而且女性吃的居多 对吧 就是现在妈妈们都很交心嘛 对 什么好东西都需要 给自己的孩子 没错 其实呢 我觉得这种食物的 多样性也是均衡 肯定很重要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 特殊的季节 比方说秋冬 尤其是寒冬 需要预寒 要增加抵抗力 那您刚才也提供了 说是要多吃一些 高蛋白和这种 优质蛋白的食物 它的意义何在呢 因为我们人体 必备的三大基本物质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 对 那么碳水化合物进来 其实就被分解成了 葡萄糖和水了 可是蛋白质 就相当于是 我们的钢筋混凝土 所以一定要补充 就是高蛋白和优质蛋白 因为我们就见到过 有些误区 就像您刚才说的 有些说 我发烧了 我不能吃鸡蛋 对 我的孩子过敏了 孩子就整天以素食为主 实际上这些孩子 到了我们这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明显的 蛋白质营养不良的 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应该补充蛋白质 只要是没有 过敏体质的孩子 应该积极地摄取 肉类 鱼类 海产品 包括豆类 因为我们认为 豆类蛋白 是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 所以应该积极地补充这些 平常你给宝宝吃 这个煮鸡蛋吗 以前不吃 但是今天听了专家话 之后决定以后 每天早上 一杯牛奶 今天的这个客户呢 大家也已经做好 重点笔记了 我们也再次感谢 今天陆主任 做这饮食养生会 给我们做的重要客户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 体型交给胖黄一块 进入到今天的 金龙鱼 鬼花亚马条和油 健康厨房 看看今天会有啥好吃的 美味有奖焦 口口都健康 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金龙鱼 鬼花亚马条和油 健康厨房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 不得了了 中国烹饪名师 中式烹调高级技师 香港中餐国际大奖赛 第一名 袁建华先生 你好 袁大叔你好 我们先来聊一聊 香港中餐国际大奖赛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我们那个 做那个比赛 它是现场抽食材 你抽了什么 就做什么 抽先的 不是我提前准备好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比如说我今儿现场 就有这个干虾仁 有芹菜 就根据这两个食材 来做一道菜 对 所以你今天做什么菜 对 今天就做那个虾米和芹菜 做什么呢 拌的凉拌菜 我以为会是炒 结果是凉拌菜 对 好 来我们边聊边做 好不好 好 好的 我们首先要干嘛 芹菜 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你这样选的是什么芹菜 我先问一下 香芹 香芹 不是细琴吗 不是细琴 我们先将锅烧热 这个芹菜当中 这些筋 我们吃还是不吃 我觉得吃比较好 还是吃比较好 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纤维素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对于您肠道的健康 有一定的养护作用 好 现在在锅里边倒入 金龙鱼葵花 要嘛调和油 我们烧油烧热 目的是为了把这个干虾仁 把它炸香 这是什么虾 云大师 河虾还是海虾 海虾 海虾 虾米要怎么来处理它 是不是要提前泡发吗 对 因为它那个 它干制的时候 盐分很重 其实干虾仁 也叫干虾米 都可以这样称呼它 虾仁当中呢 有大量的蛋白质 以及少量的脂肪 适量的吃一些虾米呢 不但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并且可以起到增加骨格 强度的作用 对 能够延缓 因为缺钙而导致的 关节酸痛等等 我放在那个芹菜里头 虾仁炒了 就直接放芹菜里面了 对 炸香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蒜蓉 调整味 一点白糖 糖是提鲜的 不宜多加 好 OK 再拌一拌就可以了 好的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因为可能父母也希望我更健康 就是要有一些瘦身的行为 所以就五花肉什么的红肉 我们现在吃的比较少 我现在家里每天都会 人均可能也不多吃个五六只虾 新鲜的海虾 肉类还是要适当地吃一点 还是要适当地吃一点 对 因为我觉得虾当中含有很强的虾青素 它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可以起到延缓皮肤衰老 美白皮肤的作用 像儿童 老年人 都应该适当地多吃一点点 每天吃几只绝对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芹菜好漂亮啊 这样拌出来有一点油脂 感谢袁大厨 这样一道虾仁拌芹菜 我不知道您学会没有 或者您在家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一起尝试一下 感谢金龙鱼葵花药麻条和油 百分之百进口原料 非转基因物理压榨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好的 再次的感谢陆准今天做正义 是想成会 谢谢您的这两个 谢谢 谢谢 好的朋友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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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